現在需要5分鐘左右的時間 前面那個 你們可以回想一下 第一天去的海洋路長 它到底在哪裡 第一位置就在右邊那邊 教各位怎麼看風浪 你只要看到海上 有這個白白的浪花 表示說今天的風浪不好 外海是內海的好幾倍 所以你看右邊這邊算內海 以後就看那些白色的浪花 表示說外海那邊一定更嚴重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我們是昨天去西北 不是今天去 差點在這邊